六號 也就是說美國時間是早上十點 那臺北時間是昨天晚上 這個十點左右 我大概盯著他看 不過前面還是有一些延誤 結果接下來你看到 由陸克文來做一個開場白之後 再邀請布林肯上台去做一個演講 這場演講其實原定是在五月四號的時候 就要舉行的 但是因為當時布林肯染疫 所以就延到這個五月二十六號 也就是說延到拜登訪問亞洲之後的 這樣的一個行程 那不過我們當中 其實可以看到幾個每個 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他選擇的地點是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就是喬治華盛頓大學 我們知道在華府有三個很重要的 這個培育外交官的場 這個學校 一個就是GW 就是George Washington 一個就是Fletcher 另外一個就是Georgetown 這三個學校是重點的 這個外交官培訓的一個地方 那他選擇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展現給所有的 外交界的人看待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個場合是由陸克文 那一個所主導的 就是現在畫面上講的 亞洲協會的政策研究所 就是英文叫做ESP 那這個ESP事實上很早就成立了 只不過說 怎麼會邀請這個澳洲前總理陸克文 到美國來擔任這個總裁 本來以為是在澳洲的ESP 事實上不是澳洲的ESP 是美國那一個ESP 所以美國那個ESP 今天看到他的副總裁 是Russo 羅素 羅素就是當時在歐巴馬最後一任的時候 當時擔任亞太駐親的這個駐親 所以他原則上來講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智庫是比較屬於核中型的 或是屬於親中型的 我們講說現在在美國沒有什麼 不敢講親中 他講說是屬於核中型的這樣智庫 而底下還用了好幾個研究員 都是從中國過去的這個研究員 所以也不會言就是說讓中國大陸畢業的研究生到或者是說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留在美國工作的 其實代表說什麼 他們其實是要釋出一個軟性的訴求 有時候今天大家看到了拜登跟拜登或川普來講的話 當然川普採取就是全面都是強硬的 但是拜登一回軟一回硬 一回軟一回硬 這就是典型的民主黨執政的時候一個兩手策略 所以這個場合其實就可以把它定位成是比較軟一點的 不過布林肯講話當中還是有帶一些硬的地方 為什麼講 第一個他講到是中國是會有能力可以改變國際遊戲規則 這代表什麼東西 就是告訴你說你還是在做霸權這個挑戰的一個動作 我們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事情他講什麼東西 他講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改變遊戲秩序之外 另外就是說我們會過往來講 我們採取的手段就是說促進你中國經濟 然後你裡面有中產階級 然後你就會中國民主化 然後現在告訴你說我美國已經不夢想這東西了 我現在做一個事情就是結合周遭的所有國家來做結盟 然後做結盟之後讓你自然而退 什麼叫自然而退 就是典型我們國際關係原講的結構現實主義 什麼叫結構現實主義很簡單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個概念很簡單就是說 我把你周邊的環境形塑起來之後 那你要不要改變你自己 你變成說你現在不改變你自己 我們現在就換一種方式 我們把你旁邊的朋友都拉走之後 變成你自己要改變你自己 不然活不下去 難怪現在中國自己內部 確實有一些很大的 所以布林肯他們這一群人都在想這些事情 我既然沒辦法用理想主義的方式 從內部改變你 我現在只能從外部的方式來形塑一個環境 讓你自然而退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們知道之前 龐佩奧跟彭斯 他們講話都是比較長硬的 所以其實布林肯最新的談話 臺灣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說你看這個民主黨好像又從共和黨對中政策上強硬敵對關係 慢慢退回到以前那一種好像比較軟 所以有人在擔心說會不會在這個過程裡面臺灣又會被犧牲 其實不能這麼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他既然講說數十年的政策都一致的話 其實也包含川普當時的政策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中共開始改變現狀 所以現在變成美國 他也是動態型的在改變現狀 那動態型現在維持到原本的這個現狀 所以你看到美國他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隨著你中共出什麼牌 我就跟你印什麼牌 那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時空環境完全改變 以前來講有年終自舒 但是現在沒有了 那俄羅斯也被打趴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全心全力對付中國是美國的目前的一個唯一的政策 只不過他的手法 他的手法會有一個調整 但是這個調整不是那種 大家覺得說這個全部被中國 被北京派的或者是說要跟中國全面對抗 這沒有 他們其實早就在做一些完全調控的對重政策 但是你看到中國他其實沒有嗅到美國這種這種做法 他其實反而採取更硬的做法 你看到王毅這幾天跑去哪裡 5月26號到6月4號他跑到南太平洋 他中國在南太平洋目前來講的話 他有這個十個國家的邦交國 不過這一次王毅的行程當中 就沒有這個米克羅列西亞聯邦跟這個紐埃跟庫克群島 其他地方他都會去 但問題來了 就是說他去這個地方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他要簽署什麼安全合作方面的協定 這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跟索羅門之間簽了那個安全合作協定 現在要拓展到其他的國家去了 那這個第一個跳腳是澳洲 第二個跳腳是美國 所以澳洲新任外長馬上就跑到斐济去了 那現在就是要求西方他們不要跟中國建立這種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當中的協議當中 就會有解放軍可能駐紮在當地的可能性 那未來可能中國會派軍艦或者是這個解放軍到這個地方去 還得了 這邊是第二島鏈第三島鏈 所以第二島鏈第三島鏈如果被攻佔的話 那第一島鏈的話 他要維持一個第一島鏈的軍力 他還要美國還要顧及到第二島鏈跟第三島鏈的危險性的時候 這時候對美國來講的話就是應接不暇 那其實中國是要創造這樣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本來就講說他要東出東海 然後進入到太平洋 他說太平洋夠大可以足以容納中美兩國 不過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形勢 美國也在回訪 美國會在回訪 即便他現在是比較晚一點啟動 對太平洋上面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關係 但是至少已經發現到這個嚴重性了 所以對中國來講的話 其實在美國的眼中來看 你就是破壞國際秩序 那我今天來講的話 台灣這邊還認為說 美國會有採取一個什麼對中國比較叩頭的 或者是什麼樣的政策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這種爭霸戰 早就已經展開了 是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在安理會正常也拉到了安理會 這個部分 那其實剛剛也那個明慧也提到 現在俄羅斯跟中國也不演了 我就直接否決 你要制裁北韓 我就no 你要讓日本進來 我就no 那到底這個怎麼辦 聯合國要分裂嗎 還是說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這個就典型的 冷戰時期的這種做法 因為當時親蘇聯跟親這個美國的 這邊也是互相否決 但是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聯合國還是必須要存在的 存在的這個必要性 一次大戰結束之後的國際聯盟 他沒有一個領導的機構 但是聯合國裡面很不好意思 他安排了一個現實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安理會的這樣那個否決權的這樣一個制度 大家都罵翻了 但是你說這種制度不好嗎 也不能說他不好 因為他只能說 只能有這個制度存在的時候 聯合國才能夠往前走 所以聯合國存在是必要的 只不過這個聯合國要變成誰的聯合國 這是變得很重要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俄羅斯竟然被打趴 我相信俄羅斯自己會思考 因為俄羅斯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 他還是個民主國家 他還是有救的 而且中國是沒有救的 所以現在變成說 如果四個常任聯事國能夠聯合起來 共同去對付中國的話 這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後面的國際局勢 在做改變的時候 俄羅斯如果換下普丁之後 可能會有些情況有些改變 是 謝謝廷輝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國正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大家都在想說 你這個印太的經濟架構 台灣你要確保半導體工業 怎麼可以掃得了台灣 所以就有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這一次台灣沒有 不是首次進去的 第二個是 那到底整件事情會朝著什麼樣的發展 對 拜登這次亞洲之行 組成一個印太新的架構 他其實已經暗示一個東西了 路圈最重要條件是到底是什麼 就是這一次經濟學家克魯曼 在分析俄物之戰的時候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克魯曼說普丁是輸定的 關鍵不在於禁止普丁出口什麼 關鍵在於普丁不能進口什麼 像很多先端的設備 武器工業零組件 其實是不能進口到俄羅斯 出口到俄羅斯 他講的這個是重點 因為我以前都會心裡想說 所謂的制裁 就是讓你貨出不去 讓你賺不了錢 讓你窮 結果克魯曼說不是這樣 他也許貨還賣得出去 重點是他買不進來 買不進來 你飛機飛不了 然後你的大炮設不準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賣的就是初級的工業產品 糧食或是石油 這些初級工業產品 可是他尖端的武器 尖端的科技 完全都沒有辦法發展的時候 克魯曼直接講一句話 經濟就會衰斃了 所以拜登其實也從這次的二屋子戰 學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過去幾年封鎖 俄羅斯的科技 其實是產生非常的大的效果 所以他這次到了亞洲之後 組成了一個所謂的半導體 一個美國隊 一個美國大聯盟出來 關鍵是什麼 拜登其實他很清楚知道 雖然臺灣和韓國是世界上半導體的製造強國 你看如果以半導體製造 臺灣加韓國 其實加起來將近有百分之八十的試占率 再把下游的封測加起來 加上中國幾乎也是佔了全球的試占率 但是我們看上面的圖 就可以看出這臺灣跟韓國 其實非常的弱小 不管是材料跟設備 其實你都控制在別人的手裡 所以拜登這次來了韓國之後 韓國的總統尹錫悅很聰明 他帶他去哪裡 他去帶他去三星的 三星電子的平折廠 平折廠去看什麼 告訴拜登 他有個東西叫做三奈米的GAA技術 這個GAA技術是臺積電 現在都還沒有發展出來的 臺積電可能到二零二四年才可以發展出 他們量率搞不好只有兩成 他量率不到兩成 就是尹錫悅沒有跟所謂的拜登說的 但是他其實告訴他 我其實晶圓代工技術發展 比臺積電要強 老大你要挺我 其實你要完全去挺我這個 所以尹錫悅很清晰的 告訴拜登 我想要的是技術超越臺積電 而且你要美國力挺我 因為所有的設備材料 都控制在美國跟日本的手裡 所以他去告訴他說 你要來挺我之後 馬上三星就喊一個十兆臺幣的大擴產計畫 就以晶片為核心 發展的電動車 或未來智能預算 AI這些東西 所以很清楚的 尹錫悅告訴拜登 他要什麼 拜登也知道韓國要什麼 所以換句話說 因為雷蒙多說 一直只跟臺灣買晶片 太危險了 所以現在尹錫悅就拉出來說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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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我們韓國 我們來幫你 所以現在這一次去 就等於去促成了美韓這個部分的一個合作 對 過去所謂的韓國經濟靠中國 然後五軍軍事國皇靠美國 可是這次韓國其實是完全倒過來了 當然日本也不是省油燈 日本在拜登來之前 其實他的提升田光一 他的經濟部長就跑到了美國去 去看英特爾最新的兩奈米的技術 也就是說日本有興趣的是 跟美國合作去發展未來 可能臺灣在增3奈米GAA這些技術 可是日本想要就是2奈米以後 更先進的技術跟美國來合作 那人家日韓都在爭從我們臺灣怎麼辦